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身体如何将食物分解成能量,或者您的细胞如何相互交流? 好吧,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生物化学的结果。 生物化学是对生物体内发生的化学过程和物质的研究。 这是一个有着广泛应用的迷人领域,从开发新药到了解环境毒素对身体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生物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方式,以及它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 所以,借好安全带,准备好了解生物化学的神奇世界吧。 什么是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是对生物体内发生的化学过程和反应的研究。 它是结合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多学科领域,在现代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药物开发到生物技术,生物化学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世界。 在药物发现中的关键作用 生物化学对医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药物的开发。 药物是与生物系统相互作用以治疗或预防疾病的化学物质。 生物化学家通过确定药物把镖,涉及药物并测试其功效和安全性,在药物发现和开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了解疾病过程中涉及的生化途径,生物化学家可以开发选择性摆向特定分子或途径的药物,从而导致更有效和更安全的治疗。 例如,在癌症的治疗中,生物化学家开发了专门针对癌细胞同时保留健康细胞的药物。 这些药物旨在抑制对癌细胞生长和增殖至关重要的特定酶或通路。 通过针对这些特定的分子通路,这些药物可以比传统的化学疗法更有效。 传统的化学疗法通常会损害癌细胞以外的健康细胞。 启用生物技术工具 生物化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领域是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将技术应用于生物体以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 生物化学通过提供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生物系统所需的工具和技术,在生物技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启用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是生物化学革命性生物技术的一个例子。 基因工程是操纵生物体DNA以引入新特性或功能的过程。 生物化学家已经开发出限制酶和聚合酶链反应PCR等工具, 使科学家能够在分子水平上操纵和研究DNA。 这导致了用于农业、医学和工业的转基因生物GMO的发展。 改进的药物和疗法 生物化学在新生物制剂的开发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生物制剂是从蛋白质、抗体和核酸等生物来源中提取的药物。 生物制剂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传染病。 生物化学家参与生物制剂的发现、设计和生产, 并使用重组DNA技术和蛋白质表达等技术来制造这些复杂的分子。 概括 总之,生物化学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世界,从药物开发到生物技术。 生物化学家在理解疾病的、分子基础和开发新药和疗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通过利用生物化学的力量,我们可以改善世界各地、人们的健康和福祉, 并创造新的产品和工艺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并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击喜欢。 按钮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通过订阅,您将是第一个知道我们何时上传新视频的人。 并且您将支持我们的频道为您创造更多精彩内容。 因此,请单击该按钮并立即加入我们的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